我們先介紹幾個這個應用的範例給老師看一下 因為我們跟插座有關係 所以這個可能有的老師之前應該有看過 有沒有 這個啊 15種的 因為既然要控制電燈 網頁的互動的 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個之前大家有用過 聲控的也可以 開燈 完了 這個 我有多帶幾個網路攝影機 等一下也可以玩一下 這些都是跟網路攝影機有關係 那這個元件其實我們在 在市場生活上也常用 人體有外線的齁 插安波我們在那個Smart套件裡面有 所以等一下可以用得上 這個我們 聲音的套件我們就沒有齁 這個 好光明等一下我們要試的 因為這個呢 在我們Smart的開發板上面已經內建了 好 RFID也是常見的對不對 我們的Smart開發板也有支援 好 所以他也可以拿來這樣用 行動裝置更沒有問題 所以Webduno他的這個跟行動裝置結合的部分啊 其實他就有QR Code直接掃了就可以直接用 好後面這個就比較有一些程式的 好這是LINE的那個 好那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老師介紹到的 就是不管是文字渡啦 或是開關燈 我們可不可以跟資料庫做結合 可以 那Webduno這一塊呢 他可以跟Google試算表 Google地圖做結合 這對老師有時候在做一些 我們講說短時間的監控啦 就比較方便 長時間監控就 就相對來說會需要在SERVER端執行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OK齁 所以老師你這樣看過之後 應該就發現說 其實Webduno它的優點就是 它就是網頁的部分嘛 互動的 而且它自己做好之後就是 變成網頁的預把 所以對一般的使用上來講 它的互動性就相對比較高 那另外這個呢 是我在那個台北市銀橋國中 我們就有那個太陽能照明跟智慧直在的 好這個地方您也可以連過去這裡 就可以看到我寫的部落格 因為它這個部分啊 像這個也都是跟那個 我們的什麼 智慧插座有關係 就是 這個 我是搭配SMART 搭配SMART 來做什麼 來用智慧插座 然後 我們這個 土壤的濕度 用來控制下面那個電磁拔 因為 電磁拔 就我們 男生上廁所那個就會 嘶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澆灌的啊 用在農業澆灌也是很方便啊 然後呢 像這樣子我就是 等一下下面還有 還有那個微型噴頭啊 還是那個 膠水管 灌水管的 那這個的話就比較單純 就只有 智慧插座 那個智慧插座 加上溫濕度而已 好溫濕度 那另外就是有加上太陽能板 也就是說 控制 搭配智慧插座 但是我用太陽能板 來供應什麼 開發板的這個電磁 可是 電燈的部分還是差插座啦 因為 我們用那個 太陽能板 產生的那個電還是相對比較少嘛 撐不了多久 所以 等於說 把原本開發板會用到的電 我們就改用太陽能板來做 好來做這樣 然後就搭配一個這個 太陽能的那個 板子 我覺得這個板子還不錯 是因為 它 除了可以從太陽能的進來以外 發電進來 它是太陽能發電之後 放到什麼 放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 鋰電池裡面去 再有鋰電池再放電出來 那它也可以直接插 行動電源或試電都可以 也可以 所以它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像這樣來用 那 它大概是像這樣 大致上是像這樣 有三個 有三個東西組合起來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們實際安裝上去的 像這樣 就把電池法把它接進去了 接進去 所以 我有做互動的 就是用那個 手機你就可以按一下 它就會先噴出來 測試一下 這樣比較有感覺 不然你等到土壤深度不夠拆來 它才會噴 你總是比較不OK 那開關的那邊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這樣就比較好玩 那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呢 像這邊還有 我們的那個LED點矩陣的 LED點矩陣其實也可以玩很多 因為那個部分 就同學來講 它會覺得互動性比較多 比較多 這樣他們就自己去做一個那個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 兒童班 因為我寒暑假我開兒童班 我就拿來玩賓果 那 因為webduno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還有可以玩模擬器 所以就算他們沒有把設備帶回家 也可以玩一部分 雖然不是全部啦 但是也可以玩一部分 那兩個我就把它互動起來 就可以一起玩 這樣 好 所以 另外呢 下面這邊是 這個 甜美國小它是用超音波來的距離去控制什麼 播放YouTube影片 那這也是一個蠻不錯 它就跟實體的模型做結合 它就用這個方式去控制 走到哪裡就播到哪裡的學校的介紹影片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上面那邊就會不一樣 好 OK 所以老師您看過這些之後 應該 大致上 就可能有幾個是 可能以前 老師這幾個都是沒有看過的 跟之前官方的那個 延期比較不一樣 是 做這個